男子酷似本拉登拍视频上传被米国军方当成本人挑起两国战争 故事是这样的 911事件后拉登的赏金达到了5000万美元 米国人也对劫机产生严重恐惧 男主出身在中东某个国家 从小他就被公知洗脑 什么米国人为了救麻雀不惜全国停电 又或者马桶刷漆遍直到能喝下去为止 男主被洗脑成精神米国人 总想移民米国过上自由生活 前往米国的飞机上男主是激动不已 看到空姐掉了把刀子 他便还了回去 结果空姐以为男主要来劫机 热心市民揍了他一顿 FBI也认定男主是恐怖分子 将他驱逐出境 遣送回国后男主换了各种形象 但每一次都被签证官识破 最后终生拒签 就这样七年过去了 男主成了六九电视台的记者 这个频道烂得不行 别的记者都是光明正大的采访 男主则趴在天花板暗中观察 不但如此 台长尖酸刻薄 经常找理由扣男主工资 不久后 男主看到一段视频 顺便问下大家 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呢 视频主角酷似本拉登 一想到五千万的赏金 男主激动不已 于是他带着拉登的照片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男主找到视频主角阿伟 不过他是养鸡的 跟恐怖袭击的拉登毫无关联 无奈之下 男主打道回府 随后他找到舌头想要移民米国 对方给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用三十万买个假身份 第二个则是去米国军营大闹一番 士兵就会免费送男主去米国 当然了 可能还会附赠几颗子弹 为了生命着想 男主选择第一个方案 可是三十万要怎么凑呢 看到阿伟的样子男主灵机一动 他骗阿伟录制节目采访养鸡心得 男主帮阿伟化妆一番 接着拍摄的时候 悄悄把鸡蛋换成子弹 后期则让配音上场 模仿拉登的声音向米国宣战 男主隐藏身份和台长交易 以两百万的价格卖掉视频 结果台长转手卖给别人 净赚了一百万 视频发布后引发轩然大波 股票瞬间跌停 燃气价格疯狂飙升 米国政府也信以为真 决定在中东轰炸一番 直到把拉登击毙为止 当然了 男主可不管这些 大赚一笔的他找到舌头 准备移民米国 结果对方表示 拉登的视频导致局势紧张 想要钻控自己米国 已经不可能了 无奈之下 男主准备再拍一个视频 结束闹剧 米国特工绑架台长 寻找视频来源 随后他派手下调查电视台 与此同时 众人在摄影棚干活 阿伟不小心沾到胶水 并且拉开手雷保险 危机时刻 宠物小鸡飞了出来 他牺牲小我和手雷同归于尽 爆炸声引来特工 众人赶紧逃亡 半路上交警拦住他们 阿伟化妆一番 蒙混过关 另一边 特工追踪手机信号 发现男主的位置 他立马发射导弹 想要干掉阿伟 幸好这时 阿伟因为宠物的死 伤心欲绝 他进入小森林哭泣 逃过一劫 不过导弹的冲击 也让众人昏了过去 特工以为抓到了拉登 一想到五千万的上金 他顿时兴奋不已 可看到本人后 特工才知道 自己上当了 数亿元的军事费用 竟然是为了对付农民 特工气得不行啊 想要干掉阿伟 还好男主提了个方案 让阿伟拍了段求和视频 米国接受和平提议 兵不卸任拿下油田 特工甚至成国防部部长 男主也因为出卖国家阿伯代 采访拉登名声大噪 他移民米国过上自由生活 然而几个月后 突如其来的林原购活动 带走男主的性命 他临死才意识到 米国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最后问下大家 你看到最离谱的公知言论 是什么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